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大家是站在整个台湾未来的发展 站在全民的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大家冷静下来看一看 这些事情什么是要必须要改革 什么事情是无是无非在搞斗争 各位介绍在现场陈步雄先生 欢迎来 凤信小姐 朱学恒先生 那么还有吴仲泰老师 欢迎 蔡振元先生 林俊宪发言人欢迎 那么这就是 这是在今天大家一开始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上面就讲的 原来退休金说有两大 这个在上个礼拜这个陈冲拍板的 包括了一个这个两万块钱以下的弱势 还包括了这个整个因为军演各种伤残的这个 所以社会大众说 那已经是进行了改革 那么今天好像说 这个是陈冲院长是不是跳票 是不是跳票的这样的这个角度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 蔡振元 陈冲今天透过秘书长所表达的意思 跟他第一次所讲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当时陈冲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纯粹从法律的观点说是这个措施性的法律 然后每年只有一年度有效 过了不一定有效 所以以后随时可以做调整 可能是年可能是增加看经济状况 他当时的确是有这么说 当然我个人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是纯粹从法律的观点来论述这个问题 但是政治现实的观点并没有在他的谈话内容 因为政治现实的观点有几个 第一个要考虑 我们是不是今年国库有困难 明年就没有困难的 这困难期间可能会长达五年到十年 所以从国库的观点来讲 他几乎是不可能去实现再恢复的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观点就是说 从政治现实的观点来讲 就是你国库没有办法恢复你第二个年 那个所相对拨款落差又很大 所以你恢复的可能性几乎是等于零 应该说没有啦 但是从他只是单纯从法律的回答说 从法律的观点来讲 今年停发未来不表示未来永久停发 这个所有的这个重点是 陈冲院长是不是有讲说 当时上个礼拜讲说 这是今年明年这个停发 还是说这会是个永久性的 这个社会大众必须要在这一点先搞清楚 可是包括这个民进党都认为说 陈冲院长针对这个问题 显然是旷了民众一番 是如此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社会高度共识 的一个话题 的一个议题 因为大家都认为 退休的人怎么会再领那种 所谓年终未问经的 另外它也是一个违法的事情 我是觉得它这个法律上 它是站不住脚的 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们来看 如果有法律依据的话 那你为什么今年不发 它是用什么样来把它停止 它是用所谓的注意事项 它用两个叫注意事项 所以基本上它是隐藏在里面 所以说它就保留说以后还可以继续发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认为当时我们讨论就是说 你应该要把它一个制度化 你如果要给这些人这些钱的话 可以那没有关系 你现在立法院你也过半 你现在政府在执政 那你就把它写得很清楚 你看你要给他多少钱 那你就公开的给他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科目 这绝对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你不能用所谓的年终慰问金 退休的人不能再领这种钱 对不对 这个是现在这个重点 不是跟上个礼拜以前不一样 上个礼拜说这个是要不要领这个钱 那么在陈冲院长拍板以后 大家以为说从此以后 那么只有针对弱势 但现在出来说只有针对一次 以后看这个国家的财政的收入 那么好的时候大家在讨论 不好的时候根本不用这个讨论 但即使如此 我觉得我很压意他今天讲这些话 我觉得我们都会错意了 全国人民不管蓝绿 大家都会错意了 我们以为是从此不发了 没想到他是只限明年这一个年度 不过刚刚蔡委員讲法 是替他讲话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发放要点 本来就是每年都可以检讨的 注意事项是每年都可以检讨的 但是陈冲他原先接受 这个商业周刊的访问的时候 是说他有专业 但是没有政治性格 我觉得今天他不但有政治性格 不过政治性格不是故意拿来 是无意中获得的 然后他是一个法匠 就是一个这么脆弱的注意事项 他也咬得这么紧 我觉得原先我们认为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认为都说这个做对了 连总统都说他做对了 但是他做对的原因是什么 是法院吗 民进党是坚持是没有法院 但是大部分人同意 是不在法院上做文章 第二个就是说时空不一样了 着飞而进士 着势而进飞 大家大概昨晚点是在这一点 但是陈冲今天咬的不是这一点 他是说因为经济情况不好 所以明年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 重新检讨也许又要发了 刚刚蔡委員讲说 也许以后五年都不好 那就都不发 我觉得那不是要点 因为我们从来没办法预测 今年明年后年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不是他作为院长应该要讲的 今天我觉得最遗憾的 就绝大部分人都认为 这个不应该再发了 不管是未来的经济情况是好事 而且骂的人也骂完了 心里不舒服的人也不舒服完了 所以好像你会拔牙齿不渴 拔得痛 已经拔完了 你现在又拔一个烂牙又再回去了 那又何必咧 这至少麻烦 所以我在这里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陈冲院长应该下态 我觉得你又针对这个问题 对 以你把这个小事情 不应该不应该就 动不动就下台 但是有小事情证实他的性格 证实他处事的方法 证实他领导这个内阁的方法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如果你处理成这样 要每年按经济情况去处理的话 那我想我们等一下要谈这18% 他没办法改 那18%没办法改 军工家无法改 军工家无法改 劳保不用改 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 花了很多精神去看这些事物质 我下一个结论 台湾非亡国不可 如果以陈冲的做法 台湾非亡国不可 我先前在这里三次 说如果不改 我要去决实抗议的 我取消了 我取消了 因为反正要亡国了 我去决实抗议干嘛 陈冲你真的真的 我真的再讲下去 我要骂他脏话了 我们待会再针对这个问题 是 宗大姐 我们在这边讲说 这是一个政治风暴 上个礼拜我们就讲 这是一个政治风暴 那因为有政治的施压 比如在野党的施压 跟社会的施压 于是陈冲要做一个突围的动作 那我们上次写的是说 他竟然是做了一个立展 然后示众 这个动作是政治动作 这是要解决自己的政治危机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呼吁 应该要进行检讨 但是连在野党都没有相信 7天 7天是一个合理的政策 检讨的时间吗 更重要的是 那一天为什么不一次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陈冲今天的这个政治决定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公共政策的这个决定 你的意思为什么 你是问他说这个前后这个不一 还是说 但是陈冲院长今天讲得很清楚 我们稍微放一段 是我们误解了 是我们清楚了 他当初讲的就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讲国家财政 我想任何在场的人 或者是我们电视机的朋友都知道 台湾的国债现在是每一年 以3000亿到4000亿的速度在增加 还不包括劳保跟退补基金 所增加的每一年4000亿欠偿的 这个在可见的10年之内 除非是地上一插筷子进去 就喷出石油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来到一个 过去税负负担率18%到19的时代 不可能嘛 现在税负负担率只有12%到13% 100块的国民生产毛额 只会有12块13块进入各级政府的收入 这样的状况之下 绝对不可能有好转的一天 我们先针对 到底这个陈仲归院长讲的这个话 社会大众 像刚才沈委员说 是他当初没有领会到 他实质上这种意义被骗的感觉 还是他实质上就是如此讲 你们两位 我不管他在法律上面的说明 因为当然我知道他是法律专家 我不管他在法律上的说明 如何能够说得过去 在政治上这样子的说法糟透了 糟透了 而且对每一个人都是说家 你把这完整的句子 你说糟透的是完整的事什么 我说在政治上讲这一些话 或者做这一个决定说 每一年要去检讨年终慰问金这件事情 这是糟透了 所以你原本也认为说 我本来认为一次改革下来 该痛的人痛过了之后 重新回头去省思年终慰问金的意义 我觉得接受度是高的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 为什么我说在政治上这个决定糟透了 因为我不管未来经济如何 我也不管未来财政如何 你只要有人提出来 今天经济不错啊 要发年终慰问金 我跟你保证 退休军公交人员就立刻变成了 整个对斗争的标靶 大家再来一次 你以为退休公交人员 可以因此而获得任何的好处吗 不会 他们只会再被羞辱一次 他们只会再被重新的 把他们的所得 把他们的过去的这些什么这些资料 全部都拿来再重新的再检讨一次 被切的已经够辛苦了 被羞辱的已经够辛苦了 不要再来一次 为什么 因为既然叫做年终慰问金 其实理论上 他就是要去照顾贫老 就是贫的 然后老的 就是这两件事情 就是原先的所谓的弱势 既然叫做慰问金就是如此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把 这一个弱势的这个定义定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之后还要再去检讨 你可能不是相对弱势 我还要去发贩问问金 我跟你讲 不管经济财政状况如何 这个社会都很难接受的 我觉得讲明一点 改革是必须要牺牲 但是牺牲必须要有意义 这件事情 它给全国人民的一个反思 让我们现在觉得 就是两个字叫做愚蠢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 所有的人使尽九牛二虎之力 要得到一个共识 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共识 民调有67%或是72% 两份不同的数据 认为应该要撤除年终慰问金 甚至连军公教都已经承受了很多 无辜的打压跟辱骂 然后他们也觉得 还好了 为国牺牲 没有问题 国家要继续往下走 我们愿意出来接受这样子的减免 或者是我们愿意为了国家牺牲的时候 全国人民正觉得好不容易 我们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大家有了一个理由 有了一个共识 愿意吸手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结果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要站在行政院院长的高度看 你不能说我们一般人怎么看 从行政院院长的角度是 社会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共识 结果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竟然愚蠢到站出来说 不好意思 明年重新再来一次 请问我们社会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共识 牺牲了劳工 然后劳工还被又去斗争 然后军工就要又反击 好不容易已经把所有的舆论 都已经平息下来 大家认知到 这是一个改革的必经之路的时候 结果发现是一场幻梦 黄梁一梦 人家跟你讲说明年 或是下一次国家经济 有可能再好的时候 我们要全部再来一次的时候 我真心觉得 那我们过去一整个星期 甚至十几天的牺牲 争吵 讨论 努力的说服彼此终于 知道改革是应该的时候 政府今天跟你讲说不要 那大家从头再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改革 你看你所有的改革 接下来都有可能面对政府的挑战 我看一段这个 陈冲院长在上个礼拜 说这句话的整个的意义是什么 大幅限缩发放对象 陈冲院长大刀一挥 退休军工教的年终慰问金 只剩两类人可以领 绿营立委批评 怎么只限明年春节 改革弯甲的 退休人员年终未问金 是不是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就取消掉 因为这个注意事项是每年定的 但是如果说辽委员跟他讲 是不是通办大家来检讨 把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 一起来检讨 把他法治化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来努力一下 改革应该是一步到位 而不是说赏位期有效期只有一年 你为了避这个风筹 你为了逃避这个改革 绝对不是 因为救援若注意到 每一年的注意事项 对我一句话 注意国家财政状况 以明年做法 原本要花192亿的退休 慰问金改革后 审掉182亿 只要花10亿元 不过再怎么审 也就这一年 未来发放金额 还要逐年检讨 如果景气好转 还有调整空间 假如说以后的这个经济情况 比较好一点 那立法院通过的预算多一点 当然我们有可能说 再提高一点标准或是什么 我一再再强调 这两万块是我们的底线 那我们希望 按照我们的底线呢 能够争取到我们的预算 民进党立委 紧咬批陈冲改革18% 根本说谎 是这样吗 我们还原第一时间陈冲的说法 低头就说是今年的注意事项 事后被民进党质疑 改半套玩假的 陈冲这回提出具体作为改革18% 下一步洞见观瞻 这刚才陈冲在上个礼拜说的 就是今年的这个注意事项 那问题这个社会大众的 不管是这个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 包括马总统都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英明的 这个睿智的一个改革的方向 可是如果改革方向 这只是一年的一次的 然后以后随时看这个经济 那么这跟社会大众的这个期待 是有很大的那种差距的 的确会在政治上 如奉心所讲的 你每一年来一次 每一年炒一次 从政治决定来讲 哪有说每一年把绳子房 自己脖子套一次 请大家帮忙解套 这相对来讲 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他一开始讲的时候 他想谨守一个法律的原则 像我刚才讲过了 或者财政的原则 他忘了政治上的考虑 这个时候就让他平息掉了 那平息掉了说 真的哪一天你财政状况好得不得了 你说财要宣布要发 我想老百姓也不会太多的抗议 因为那个时候搞不好 我给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资金成员到了7% 好像回到以前过去的状况 7% 财政收入状况很好 也不能发这个 不是 不是我举业的 很多地方可以用钱 干嘛发这个 我假设那种情形底下 Everybody is happy 全国人民都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我想大家争议上就会降低 但那种假设的情形 在这几年里面不可能出现 我半开玩笑一下 在陈冲当行政院的任期里面 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你去惹这个事情干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 这有点的话舌天主 是不应该再就这个问题 丢成社会上去争论的议题 我大部分都同意 但我有一小部分 我要去修正的就是 我当然很仔细的去听 陈冲原本在10月23号的 那个讲话 其实我了解了 原来他只想要修行政命令 而根本无心要去立法 我们今天其实在讨论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提到 后续的一些发展 就是所谓的法制化 不是只是有一个注意事项 然后让它变成措施性法律 就反正经过立法院 三途通过的预算 就是实际上面的法律 不是如此 而是实际上要赋予它 一个真正的法源 而且在这个法源里头 所定定的这一个基本的原则 你那两大类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就是贫 第二个就是伤残 那这两件事情 我们都必须要在法律里头 明定出来 而按照薛23号陈冲的说法 他只是要在今年的注意事项里头 把它给修正 那对不起 这个其实我是不接受的 因为当你放在注意事项 你知道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吗 就是连那个平跟山长 都有可能被删掉 所以不如你全面性的法治化之后 其实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之所以到目前为止 会造成社会相当程度的一个化然 就是如果在上个礼拜 在陈冲院长讲完以后 社会大众说我误解了 你不是一直持续性的 而是只有一次的话 那要赶快出来跟社会大众讲 这不是 那是一年 今年一次 如果到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说 这个情况有所改变的 就是说如果社会有那么高的共识 认为说这个不能不应该发 那它是改革的一部分 就是是与非嘛 就不应该有发这种钱嘛 那跟国家财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你说如果认为说过去留下来 那现在需要改革 就算国家财政再好 以后变好了也不能发嘛 而为什么说军工教会有那种 被羞辱的感觉 我们要强调嘛 他们不是坏人嘛 那是为什么会造成 有一点社会阶级堆立 确实有啊 有这种味道啊 制度造成的 就是因为你过去 没有一些制度化的问题嘛 我们认为 如果让我们担心的事情 以后不会发生 就是把它制度化嘛 让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福利是易放难收嘛 对不对 你现在 你现在发的发现不合理的 我们当然要逐一来解决嘛 对不对 你说希腊 希腊悲剧 什么叫希腊悲剧 它有二十几种的社会福利和保险 连希腊的国会议员都搞不清楚 没错 希腊官员都不晓得 那每个人都领钱 那最后国家就搞了嘛 到现在为止重点就是 很多的这个公务人员 已经觉得在过去 被一个礼拜羞辱 说好不容易大家挺过来了 那么也愿意去接受 这是你们的感觉 对 我就觉得做噩梦 做噩梦里面有好梦 就是梦见钻戒又回来了 先是梦见剪刀钻戒 后来梦见钻戒被人家抢走了 后来现在告诉你 钻戒也有可能再回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大概回不来了 现在回不来了 为什么要做那种感觉 是上个礼拜是做五日精照呢 难怪大家会猜 沉冲很有可能就快要换人了 像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 证明他的改革不是一个前瞻的 或者是可以看到明年后年的 连明年后年都看不到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为国家 他未来十年五年在做打算呢 怎么知道他是黄金十年的 这个扛旗的人呢 我们如果很仔细听 陈冲院长原先的谈话 我觉得他没有要骗我们 他真的是讲今年的注意事项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注意事项是每年一定 而且每年要定的时候 是看当前的经济状况可以变通的 那我真的是我们表错情了 我真的是我们误解他了 我们真的好糟糕 但是既然全国人民 不分上下 不分蓝绿 都往这个方向去想 而这个结果其实大家所愿意的 因为这一次是被拔牙的人 也认为说这个牙拔了也算了啦 因为我已经不痛了 他现在趁大家就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 又把这个牙齿又把这个蓝鱼 又种回去了 再给大家一点希望 所以明年还要再讨论要被拔 但是我认为这些被拔的人 其实也没有心存说明年会再发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有嘛 没有一个人有 现在 现在陈冲院长是无端了解 这个真的很多大家的 很明知没有希望的 这种空空苗苗茫茫的希望 又何苦来摘呢 但是从这一点我觉得 让我们感到最遗憾的就是说 从陈冲这种谈话的心头的深处 我们了解到这个人 他改革的意志 改革的勇气 改革的毅力是非常小的 所以由这个事情看出来 那其他的比较困难的 比较庞大的 那些改革大概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再讲一次 陈冲请你下台 因为在你的手中 马英九也会被你累死 全国人民都被你累死 完蛋了 真的是完蛋了 我们稍后再回来 就针对这个角度 那么如果陈冲在第一时间讲说 我这是针对今年的 那么让社会大众是误解 社会大众有谁在当时听出来 包括我们在现场 包括很多朝野之间 所以陈冲院长讲的 只是今年一次的 而不是以后所有的 那么如果大家已经有 这样的这个误解的话 那现在是不是将错就错 我们稍后回来就针对这一点 误解 陈冲院长的 需要这个三号 讲的这一段话 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 这会掀起了 大家的一阵的 非常突兀的看法 今年要定这个注意事项的时候 本于一个原则就是照顾弱势 因为考虑国家承认状况 当时我们要照顾弱势 所以我们带有两类人员 可能还是可以领这个年终慰问金 第一类一定是所谓这个 他月退休凤 在两万块以下的退休人员 或者他的遗券 这个是这个第一类 陈冲院长在10月23号 那么当时陈冲院长 今天我们之所以造成社会上哗然的就是 这陈冲院长你今天再仔细听 他讲说今年我是这样定的 他并没有讲说以后 我逐年要每次来检讨 如果就语义的角度来讲 陈冲院长是没有错的 可是社会大众的看法 显然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一个观念 他会说这以后就是一个改革 那现在问题怎么 将错就错 还是说大家必须要去承认 陈冲院长并没错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拘泥于那么小的 所谓你前面有没有加 今年这两个字的语义上面 或许我们可以用国文老师的角度 说你交这个答案没错 但是请大家把所有东西都在一起看 姚威智委员这个咨询的时候 他是有讲我们可以检讨 所有后续的相关的动作 然后马英九总统后来又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陈冲 对不起陈冲 明年要照顾弱势 但明年就不用吗 有人会用一个只做一年的事情 来强调他是照顾弱势 强调老财 他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吗 没有人会这样认为 所以你如果就国文老师的角度 我们或许可以说陈冲院长没有错 但是如果今天全国人民都认同这是改革 都认同陈冲做的是对的事情的话 这件事情就是陈冲的错 是你误导我们负担了那么大的代价之后 却告诉我一切要归零 我必须要讲的是 最可怕的恶梦是什么样的恶梦 是永远做不完的恶梦 他告诉你说明年还要再做一次 后年还要再做一次的时候 这种改革才叫真正的痛苦 不论是一般社会大众的看法 或者是马总统讲的说 陈冲院长的改革是 这次改革是睿智的 或者是民调的说 这种改革 民众也认为说 多半过半是赞同的 可是所谓改革绝对不是只有一年 那一年就不叫改革 一年我就叫做做一些的调整 但是如果民众认为是改革的话 这个问题已经错了将近一个礼拜了 我想说大家也不用过瘾苛责陈冲 因为什么 他强调了今年 那我们大家听证是今年以后 这个基本上不要征这个 国文老师的角度 我同意我们这个朱兄的看法 误解为从此 对对对 但不要在这里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承认陈冲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小心翼翼 先突破第一关再说 那我们准备第二关怎么处理 也许他倒过来有一点话 去安抚一下一些受伤的心灵 或者受伤的尊严 也可能 但是可能在引起更大的误解 这他必须修正的 但就他来突破第一关 就我们来讲是很轻松的 一砍就算了 但是我想这个武教授 今天很清楚 那个反弹的力道 那种反应的情绪 他也必须要去想办法设法去安抚 所以他才讲说 我们再继续检讨去检讨 其实这个东西 隔一段时间 大家慢慢淡忘了以后 形成一个比较扎实的 社会公式的时候 就会问题就自然会解决掉了 那我是觉得说 不用去假如说他玩假的 他是框你的 这个批评当然会有加大 他的力道改革的意志是没有错 但是你给他一点空间 我不相信说陈冲 会笨到了明年把他提出来 说他会恢复 我觉得还言他的话 只是让我们知道说 他或许没有说谎 他或许没有骗人 但我必须 对不起 我用小人之心来揣渡一下 其实他保留了一个 心存侥幸见人说人话的空间 而这一点其实在 应该他没有什么恶意 就算没有恶意 这一点其实在政治运作上面 其实都会造成整个社会 极大的对立跟冲击 政治运作 刚刚这个沈老大是讲说说 好不容易这些被拔牙的人 痛也就痛过了这样子 不会再提了 其实错了 就因为他想要去安抚一些 其实比较激动的 反弹比较强烈的人 但我不能讲说这些人错 他们心起头情绪反弹是真实的 可是你不跟他们说实话 你反而要欺骗他们说 以后我们也许会再提出 就会有人觉得说 那我以后就应该要压迫 我应该叫立法委员帮我提出来 我应该要叫某某某帮我提出来 而这个议题就会变得没完没了 那我觉得其实在政治上面 我一直认为诚实坦诚 才是走大门走大路的一条路 那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决策 你发现说 以后我不可能再重新拿回来 因为它真实的意义 就是要照顾贫劳 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就要是全面性的改革 我既然全面性的改革 我不能保留我见人说人话的空间 我应该要很诚实坦诚的 即便是受伤的人 我都必须要诚意的道歉说 我们过去 我们没有做好这件事情 而我们现在必须跟你们真诚的道歉 但改革这件事情虽然痛 但这种在国家的一场 非做不可 现在情况来了 陈冲院长 你如果经过 刚刚社会大众共同的检视 他并没有欺骗 在当时他讲的话是非常清楚 但是整个政策上能不能这样下去 我每一年都来逐年的来检讨 这样是一个不稳定的 是不可预期的 会制造出来更多的问题 能不能用这样的这种方式 这就是必须要去面对 这政治人物 这政党都必须要面对的 那今年为什么行政院后来决定把他停发 把他改变 用个注意事件规定那两点 一定是遇到很大的压力 一定是发现说 居然是不分蓝绿 连国民党内都很大的反对 那你当个行政院长 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现在让外界 跟外界讲说 那明年以后可能会再发 一个行政院长 有这样的政治判断力 有这样的行政能力 还算舰队势力 那这样怎么再去领导国家呢 这个内阁还能够运作吗 今天就算是法令问题 那你觉得说没有讲得很清楚 你也应该要去往 以后不能再发这个角度去解释 因为你就是要解决问题 要平息社会的那种对立 社会的那种愤怒 那你现在院长 你难道这点看不出来吗 要不然你今天为什么要改变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行政能力 政治判断力 我认为他不适合再当个行政院长 谭哥 我来综合一下 蔡委員跟凤卿的讲法 他们那个讲法刚好有一点相反 蔡委員是心存善意 说陈冲没有什么恶意 而且他是要安抚一些 真的心里头不舒服的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这是错的 因为任何改革总会有一小撮人不满意 那你身为行政院长 不应该在国会殿堂 针对这么一群人去安抚你知道吗 如果你这样安抚的话 那你没完没了 因为没有一样事情 是100%都同意的 那奉信是说 甚至连这个安抚恐怕都是虚情假意的 明知我明年也不会给你的 那现在为了要安抚你 我把一个明知不可能给你的事情 也拿出来当做空中的一种 让你这样看起来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可恶了 我比较相信陈冲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一点 不好意思我坐在你假扰的时候 我不同意了 但是蔡政员说 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大家社会的大家的公共的意见 会渐渐有杂实的沉淀下来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过了以后 就没人再讨论了 那你现在如果要讨论的话 是因为你挑起的 平良心讲 明年此刻陈冲还是院长嘛 所以我们说这都是奇事问题 不需要说得这么幽 但是作为一个隔魁 作为一个重大政策的决定 你现在这种摇摆的 这种奇怪的做法 我认为我们国家处境这么艰难 有这样的隔魁 真的是我们的不幸 而且在立法院里面是昨天 应该是国民党籍的 资政党籍的立委 提出来问陈冲先生的 如果不是民进党籍 是国民党籍来问陈冲院长 说这一点是不是确实的话 这是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这位委员自己发现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提出来让这个问题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是马英九总统在 这个陈冲24号 23号他提完以后 24号马英九总统 在中常会肯定 新政院长陈冲处置 快速且睿智 能够秉持照顾弱势 关怀忠良的原则 提出调整方案 问题是 如果只是一年的这种情况 这跟社会大众的认知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如果这是刚才沈富雄先生的 这个逻辑的质疑 如果这样的处理问题是如此的话 那么真正的18% 那么这接下来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个问题大事又大条呢 稍后回来 那么基本上这个谈所有的改革 改革是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改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可是让这个社会长治久安 大家可能都要有心理的这种准备 无论是从这个上个礼拜 10月23号陈冲院长拍板 大家以为是一次的改革 那现在变成逐年探讨的 那么这个退休军公教的 这个慰问金的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18% 18%大家有很多 如果18%你这样子用这个 跟什么其他的劳工比啊什么 这大家一定会非常愤怒 可是不用跟劳工比 制造出来这种差距性 相对剥夺性 而是这是不是我们整个国家 能够承担的 大家如果用合理的理性的这种角度来看 我先看一下这个18%的真实的这个问题 好真实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都说 我已经两手一台 我快要动不掉 我们来看看18% 现在呢各个县市呢 就基线谈盈不少的钱 总共累计呢315.17亿 尤其是高雄市欠了119亿最多 再来就新北市了 而且我们要看到 其实在民国90年呢 这18%利息支出最584亿 可是到100年的时候呢 已经拉到801亿了 而且呢预计最高峰是104年 会到1400亿这么多 而进一步我们就来看看了 137年落日之后呢 大家算一算 恐怕还要再提个两兆 所以很多县市政府 每个几年都说 都没掉 中央可不会赶快接手啊 陶哥 是我们就回来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棘手的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都说 要这个解决 用这个斗争的方式 那根本不可能这个解决 但是你如果即使用合理的这种方式 因为这个牵涉到了有18% 没18% 什么样的方式 民国84年之前 民国84年之后的 这样的状况在现场 钟泰先生 我觉得有一块是民进党执政 或再执政也不会去改的 叫做如果你是选择一次退休金 然后你拥有84年以前的年资 那么在一次退休金的时候 加上公保优存 两个部分去存 因为它就是一种变形的月退休金 它会随着通货膨胀或加薪 而慢慢掉下去 因为它本金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部分民进党执政 国民党执政从来没改过 因为它会慢慢的这个减下去 那有问题是什么 就是既领了月退休金 那你有一部分的年资 是属于84年之前 那个部分的基数可以拿去损18%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他动了手脚 这动了手脚是所有人的痛 也是最能够改革的痛 大家看一下 在民国84年之前 可以看到之后前四年的 是不会有任何钱 可以就是18%的 一直要到第五年之后 才慢慢一点点年年增 然后到最后20年可以累积 不管对后不对 不管它的利率对后不对 至少它的基数是这样子 但是到了民国84年 为了要改成新制 改成是这样子 连第一年的人都有四个基数 一个基数就是一个本负 那么到了四年就有13 十年就有26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这个表跟下面表 是被动了手脚吗 这个动了手脚本来是要给一次退休金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短年支重优 所以短年支重优就是因为 你服务15年给你相当不错的月退休金 或者是一次退休金 结果为了弥补一次退休的人 在改革之间的这个损失 给他这个表 这个表也拿来给月退休金的人的公保优准 光这个部分要改革 弄清楚了以后是没有问题的 那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所以现在满大的一个部分 刚刚在讲这个不管是一年花几百亿 那个里面有一个部分 甚至不小的一部分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那这个是谁做的 全序部的高官做的 他为了自肥而且肥人 然后到最后做出这样子的表来 要不要谴责 要不要抓出来法办 就是民国这个84年之前跟这个后 然后有两 一个又进领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退休准 然后又加领这个18%的这个问题 这番话是来自教师团体的领导人 非常有良心的 他们也认为这个是不妥的 不过中泰是很用功 但是他那个表恐怕我们的观众里头 很多人恐怕看不懂 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现在在台湾银行的这笔款 想要拿18%有多少 4500亿 那18%每年升多少率是800亿 这800亿有多大呢 大概就是明年预算的证交税的钱 也大概是我们全民健保 全年预算大饼的六分之一 有多大 真的很大 然后多少人在享受呢 43万人在享受 那如果我们把它平均起来 大概一户存的100万 那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多少 1万7千块 1万7千块多不多 一个月喔 1万7千块就等于我们的最低薪资了 几乎是这样了 你看这个有没有良心 这个一点良心都没有 所以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18%不动 18%不去动它的话 不得了我们累积的债务就可怕了 速度是非常的惊人 我们将来军工教劳保 军工教保改不了 军工教改不了 劳保改不了 劳保改不了 我们台湾就完蛋了 所以真的我呼吁马总统 你要历史流敏就动这个18%就可以了 看看你敢不敢 不是刚才这个吴仲泰先生讲的说 你不管是从哪一个这个角度 先把这个最严重的这一块 那么同时既有领18% 又可以享受那个退休凤的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是最不公平的 那问题谁敢抽出来 没有我觉得蒋明 其实我们刚刚又再仔细的思考了一下 人民对陈冲愤怒是有道理的 因为其实没有多少人在乎 你有没有讲今年这件事情 而是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个星期 我们非常努力的在讨论的 其实是有没有法源依据这件事情 那陈冲玩的是什么障眼法 他不跟你讨论有没有法源依据这件事情 他告诉你注意事项 反正我每年编就好了 也就是这真的不是改革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改掉说我还是有权利 每年丢一个新的注意事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今年说要照顾弱势 我明年可以说不要照顾弱势 我可以说照顾富有的人 完全没有法律 可以限制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光是遵守承诺 让人民相信这个改革会永远持续 都被政府自己推翻的话 请问接下来更困难的18% 有更多人要痛 而且这可能是他们日常生活 如果真正需要的那些钱的时候 这个改革怎么推动 人民要怎么相信说 你跟他讲说这是一次改革 大家咬牙痛一次就好了 如果连这个基本的信任感都消失了 接下来社会的冲突 接下来对政府的不信任 恐怕会更严重啊 那一个行政院院长 怎么会犯这样子的错呢 是 所以这个稍一不慎 这个社会大众的整个的解释的氛围 会有天地之差 可是现在问题出来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也开放观众朋友 现在可以打电话加入讨论 这18%的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包括这个高雄市长 陈菊都举出来说 我们恐怕没有能力再负担 你要负担中央去负担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 那么如果地方政府都说 你中央去负担 但是这个地方上的这些教 其实这个18%里面 大概将近有六七成 是地方的教育工作人员 这点中台的这个很多的教室 都是你们的顶18%的 现在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改 从哪里改 那么是不是能够大家有共同的 一个睿智的方法 我稍微请教 我马上再回来 一个公教这个退休金的这个问题 再掀起的一个风波 那么接下来更记手的就是 这个军公教的这个18% 如果在刚才一看就知道 是到目前为止 每年大概是800亿 而且快速成长的这个情况 那么18%这个先分成两个这个阶段 现在地方政府大概有12个县市说 我没办法再承担下去了 问题没办法承担下去 中央这钱也都是 整个台湾人民去买单的 可是在另外一个这个问题 如果这18%不能够 合理的做一些的调整的话 这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或者是一个造成 这个整个社会不安的一个火种 可是从地方上 说我没办法再承担下去了 我们看刚才那张表 有的地方能承担 有的地方不能承担 所以表示每个地方的财政的 使用状况差异很大 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也要 类为我们未来改革检讨的项目之一 为什么其他比如说像彰化县 然后负担比较轻一点 高雄市负担比较高一点 第二个就刚才提的 70%都是老师 生产公务员百分之差不多不到30 所以这个比例我们很清楚讲的时候 这次改革下去的对象 可能是老师负担会比较重 财西亚夫人讲过也是名言 当年他推动改革他提过 手术过后会很疼痛 但是如果不手术可能会上命 可能会上命 但是刚才陈大老师给我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他说外科医师好的外科医师 都会比赛说 我到底是输血只输半包 还是输两包 还是输一大桶 最好的是连输血都不用 连输血都不用 那这个很高端 所以改革也要讲求技术跟技巧 就刚才吴教授有提到说 曾经有一个全球部的高官 为了图立自己去修改这个 那这个马上就要彻查 如果今天没有人知道就算了 现在知道已经公开举发 就要去彻查 如果这回事的话 当然是以犯罪方式来法办 然后把原来的东西给调整过来 就有它高度的正当性 因为你是一个犯罪所炒生的 一个表格跟结果 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 他事实上18%卡在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退休人的所得替代率里面 有人因为18%的关系 把所得替代率过分暴增 那有的人就因为没有领到18% 所以相对所得替代率相比较低 所以你必须计算出一个 合理的所得替代率 反正是超过部分的部分 怎么去削 怎么削 让连老师跟公文之间都觉得我很公平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我哪一年进去 搞不好是84年前进去两年 这差距就很大了 所以连老师本身的产生不公平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去计算它合理的所得替代率 那超过的部分 一律做一个比较普遍的削减 就不会产生贫富的问题 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有谁会做 有谁愿意去做 执政的现在就必须要负担这个责任 在过去民进党八年也没做 但是现在执政的国民党 就必须要去承担 但是谁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还是说到最后 一个本来是让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 一个理性的改变 改革 到最后变成一个政治斗争 这一念之间 当然每一个地方 因为退休的人员的数量 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县市负担的状况 总是会有不同 那18%它怎么负担呢 大概台湾去负担那种定存 现在定存2% 那地方政府就是负担16% 那以前定存10% 地方政府可能只负担8%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地方政府要负担16% 这是很可怕的金额 那地方政府绝对负担不起 我看过台湾的所有的县市 大概一半以上 几乎都是自有财源 连薪水都付不出来 然后每一个县市政府 它包括在职的 县职的 再包括退休的那些抚恤加起来 所谓的人事费用 它们都放在人事费用里面 大概都超过4成 所以没有 为什么会有欠 因为县市政府 没有一个人负担得起 那为什么每一个县市 它怎么还呢 其实中央政府也知道 地方政府绝对付不起 所以它现在是用补助的 比如说那今年预算 它都编7成 你还台银 假设我编30亿给你 那我中央负担7成 它营诱你 给你诱因 那你要负担3成 所以我负到21亿 你负担9亿 可是有的县市长他也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这些钱 我民选的县市长 我有选票压力 那我也希望有施政绩效 那台银欠的就欠着 而且这些欠也不是我欠的 坦白讲这是历任县市长 累积下来的 所以一般县任县市长 对这一块他也很头痛 第一个他没有能力 第二个到最后还是中央要拿钱 来补助来营救地方 看能不能一起来解决 所以到最后还是花国库的钱 我认为这个地方 你要赶快把它直学 因为最高峰还没有到 最高峰 133 1400亿 拿到137年要两兆 要两兆 最后这两兆我跟你讲 到最后一定是中央拿得出来 中央这种拿得出来吗 不可能 不是 是到137年累积是两兆 104年是最高峰 不过那时候1400亿 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我这边提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前两天有提到说 很多军工教人员会反映说 现在切香肠还要切到哪里 香肠果然切过来了 18%完了之后会不会有退辅金 然后接着会不会有公保 就是一路切香肠的那个不安定 已经出现了 我不是说他不能改革 而是说我其实碰到这个问题的改革时候 我都有一个极高度的期待 我可不可以拜托 就是所有的政党一起就这个问题 做一个共识 因为这个共识非常的重要 否则今天我改革完了 明天换党执政了之后 他可能又改革一次 那这样改革完了之后是没完没了的 因为民进党的时候 其实当时改革过一次 然后现在在国民党的时候 99年又改了一次 那还要再改多少次 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 当然其实现在因为 84年之后的年资不算 84年以前的年资 可以有养老给付的部分可以优存 所以其实最恐慌的 大概是现在50岁 然后一直到70岁的这一部分 不管退休或者是未退休的人 就50岁到70岁的军工教人员 我觉得是最恐慌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会被拿走 所以那个恐慌对他们来讲 其实也不见得公平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它不是不能改革 但如果能够朝野政党一起坐下来 然后大家缩定了 一个国家财政能够负担的 一个改革的方式之后 我们从此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觉得不是不会有反弹 但那个反弹至少会有一个新的安定感 说好 那至少到此为止 就此安了 这凤馨小姐讲的是 就是一个真正的让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方式 而不会产生那个非常血淋淋的 一个所谓的这种斗争相对剥夺感而形成的 可是你这针对 现在每次这个谈到都是军工教 刚才吴宗太先生指出来 那么42岁 大概是42岁以下的说 我去承担每次这个骂名 那么刚才凤馨小姐讲 50岁到这个65岁或者42岁以上的 反而每天提心吊胆 这要到什么时候 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才能解决而来 我觉得我直接延续凤馨姐短短的讲 然后我就给这个吴老师讲 因为凤馨姐讲的没有错 其实接下来人民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社会保险的国事会议 所有各方通通坐下来谈 把这个东西公开透明 有效率的告诉大家说 劳工团体站什么样子的角度 他希望怎么改 然后军工教军人代表 这个公务人员代表 然后老师教师的代表 通通站出来说 我们的保险制度 大家愿意退让到什么程度 就是今天我们一刀 把这个有浓血的伤口割开来了 再怎么痛 痛两个星期好不好 大家每天开会每天开会 然后把里面所有的误解 所有的歧视通通都打开来 放血放干了 开始涂点酒 开始把它缝合 然后政府跟各党各派要承诺 今天这个国事会议 我们所做出来的公开的决定 大家退让的幅度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就照着修正 然后这个东西就过去了 社会保险制度的崩盘就过去了 我们才可以开始想 怎么拼经济 怎么改教育 怎么拯救我们下一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都被所有的人误导去阶级斗争 然后大家斗完之后 发现结果社会保险还是没改革 四年之后大家还是要完蛋 如果这样持续斗下去的话 所以一定要把浓血割开来 然后把这些所有细菌感染的东西 通通都放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要讲 这个会议是为了下一代 所有人来开会 是为了让现在的年轻人 有办法支撑整个体系 而不是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争权夺利 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让给吴老师讲清楚 这个我加一句话 这个前提是 朝野都把它当成自己 台湾国家的大事 如果每天的斤斤计较 机关算尽都是我自我利益 这不可能解决了 他说我有点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国事会议 不管是两天三天五天七天 不会有结论 因为这是一个兼具庞大 复杂的工程 教师团体已经开了无四处的会议 终于把他们开会的记录 这么好给我看 我都仔细看了 他们有结论的 而且他们的结论还不错 虽然还不进理想 方向是对的 但是劳工团体有没有结论 我认为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很怕 他们的数字去被动到 所以我觉得国事会议 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不过凤馨刚才讲 切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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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讲法 会造成很大不必要的不安 我认为公教人员拿到的东西 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 一个是公保的养老金 还有一个是退府 这个是不会切香肠的 切香肠的时候一切就没了 他大概香肠会灌得小一点 但是津贴福利的部分 就好像年终把卫文金像18% 这个福利金恐怕是会切香肠的 但是不是说我们要针对军工教 要修理他们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做一个修正的话 劳工保险的这些受费受益的人 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改革的 所以我觉得为了抢救下一代 这个切香肠也好 就是缩小这个给付也好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但是洪欣讲说 50岁到70岁的人焦虑最大 其实他们不用焦虑 因为也只有42岁以上 如果你是25岁就业的话 是42岁 如果你是20岁就业的话 是37岁 因为这个年龄以下的没有18% 但是你们这个年龄 其实将来不管怎么改革 你们的影响最小 我跟你讲年轻人影响最大 涛哥我觉得我的话被扭曲了 我当然知道 其实有一部分绝对不可能动到 因为那是属于法律很明确保障的 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修它 18%是最有可能被改到 其实跟我反应的人 我也是这样子回应的 可是我的回应有用吗 我们在电视上的回应有用吗 你现在任何政党战争也不会相信 我现在在转述的是他们的心情 那个心情的恐惧真实存在 我们不要面对吗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处理的是 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你的基本原则先要确定 接着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让人们有一个信赖跟一个 把那个安定感 要把它存在在那个地方 不过程我告诉各位 这件事情它即便有了改革 那个彼此之间的对立的仇恨情绪也好 或者那个不确定的那个不安感 只要存在那个地方 其实整个台湾社会都不会进去 马上回来2100全面开展 这18%的问题 不是地方政府说我付不出来的问题 这18%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 让社会大众包括很多的军公教 那么都能够安心 但是必须要面对一次的彻底的 那么通盘的检讨 我们稍微回来听观众朋友同时 再回来也让观众朋友 除了这个18%的这个问题 其实跟军公教退休的 这个还可以领慰问金的 前后行政院长会造成 社会大众的一些的误解 认为说这是一个彻底的一次的改革 而不是逐年检讨又再度形成风暴 以及立法委员9A之后 那么果然全部朝野是第一次合伙 早上回来